大家好我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影片或者是哪种格式啊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那种 video format或者是file format 那么在还没有讲讲解这些 这个东西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一路这几年来 我有自己在弄制作自己的影片啊或者视频啊 其实视频里面的很多那种格式啊那种方法的 啊都是 其实我是没有没有没有上过任何的啊课程 或者是说也没有上过任何一种制作影片的这种教学啊 的 course 然后啊很多时候呢都是自己去磨梭 然后磨梭了之后呢就慢慢的学会 但是你学的东西可能不会比啊你在学校里面 或者是说在课程里面学到东西比较多 因为你都是自己去磨梭嘛 按来按去按来按去 然后按到最后你才会发现到 然后如果你平时都在用的话可能就比较可能去接触这些东西 但是有时候你就是偶尔会发现到一些新发现啊 我们讲发现新大陆 那么我就是从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开始弄的影片 那么 刚开始呢我好像我现在这个画面啊有这些字体啊那些照片啊或者是一些影片啊 我都是用什么来做呢就是用所谓的Pain啊啊 Pain呢就是它在Windows里面的其中一个软件啊一个方程式啊一个program 它是让你去啊写一些东西啊它其实跟PowerPoint有点相似 但是它这个影片呢它是这个Pain的icons呢或者文件档案呢它是不能播放音乐咯不能加入音乐 但是PowerPoint它是可以加一些音乐啊声音的东西 所以它不差别啦 这个PowerPoint它是在Microsoft Office里面啊 然后这个Pain呢它是在Windows的其中一个program file 它的文件叫名称叫Pain 好那么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学到的东西都是突然间就是啊 突然间按到或者是说可能突然间你发现到啊 所以就想跟大家分享 然后它一定是不会说我的影片或者视频呢 它不会很像那种教课的可能是教你怎么去看怎么去弄 就是说我有所知道的东西我用比较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让大家知道啊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样 它不一定是最准确的但是至少你在了解这个东西之前的成 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比较清楚跟了解它的状况是如何 然后我们在学东西的时候啊都是希望说可以可以的话就是从可以从一学到十吧 但是有时候你真正的教学方法呢它不一定是这样子 它可能就是啊可能你现实中所学到的东西它就是你在犯错或者是说弄弄弄弄弄弄弄错了之后呢 你才会发现到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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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有分第一个是照片photo 第二个是影片或者视频video 第三个是audio sound voice或者talk 就是说声音方面 第四个就是excel跟words 第五个就是播放音乐或者是播放照片 或者是文件的档案 第一个就是photo photo我们在用一个文件档案的时候 或者是一个document的时候 它的开头它的尾端后面 只要像你的文件的档案 那个file name 文件档案的后面 它一定是会有一个dot 比如说照片来讲 它就是.jpg或者.jpg或者.png或者.api 它是你的文件档案 它会看到这些字典的 但是它不会显示出来 因为它是一种格式 一种文件档案的格式 那么photo它就是照片的格式 然后影片就有影片的格式 比如说影片的格式 照片的格式 就是.jpg .jpg 或者.jpg 这个是他们在弄这些东西的时候 它把它定格为这种模式 那么你用这种模式 它就可以显示出来 但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显示出来 比如说.jpg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windows里面 如果它没有这个格式 它就显示不出来 其实video audio 就是影片或者是声音 或者excel words 都是一样的 你没有那个格式 那个format 那个format 它就显示不出来 它就不会show out 你想要看到的那个画面 它就是那种 那个 那个 那个效果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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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 就是照片呢 它就是有.jpg 就是有.jpg 你改不了的 你只能够 这些东西呢 你是改不了的 你只能够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 一个文件档案 就比如说 你要把.jpg 转换成.bng .bng 或者.avi 是这样子的方法 它叫做converter 比如说 photo converter video converter audio converter 或者sound converter 或者voice converter 是这样子而已 那么 第一个呢 是照片 刚才我讲过了 照片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影片 影片 然后影片呢 看开始 它是 啊 比较最早的啦 可能就是有 3gpp dot 3gpp 啊 这个是比较早的 是under sony 的公司啦 他们 他们 公司啊 他们 就是 啊 设计的一种 影片的格式 啊 过后呢 就 就是mp4 啊 mp4的影片格式 比较流行 为什么呢 因为 软那个windows呢 它就是用这种格式 那么 很多人都在用windows嘛 所以 他的影片 这种mp4的影片格式 会比较流行咯 然后其他的还有 dot wmv 啊 dot m4a dot mkb dot flv dot flac 或者 dot rmvvb 就是real player的 这种影片格式啦 啊 好 然后第三呢 就是audio咯 或者声音咯 好像我们现在 现在我讲的东西 都是audio咯 或者 sound咯 或者voice 然后以前 最早的是 .amr 啊 这个也是以前的 那种 那种声音的格式 然后 过后呢 就比较流行 mp.mp3咯 啊 然后 有dotmp m4a咯 就是mpg4啦 或者dot 啊 wav windows audio video 应该是啦 然后dot wma 就是windows media audio 啊 这个都是声音的啦 为什么有时候 你会看到 啊 am那个 有 dot windows media audio 或者windows media player 他可以 啊 播放那个 就算 他 他只有 音乐 但是他 他可以播放的 因为 windows他support 他支持 这个模式啊 所以呢 啊 一个影片呢 通常就是 有声音 就是有影片跟 影片的画面 跟 声音咯 啊 所以他就是 under video咯 然后 如果当然只是音乐 或者声音啊 或者聊天的声音 啊 声音啊 他就是 under mp3啦 或者其他 比如说 m4a啊 这个东西 因为 他们是这样子设定的 你问我 我也是不清楚 不清楚 我只能够说 如果你这样子 用比较容易记的方式呢 就是 照片呢 就是JPG 或者是MPNG 或者JPG咯 或者API咯 然后 影片呢 影片呢 video呢 就是用MP4咯 你用 比较容易 或者比较多人 啊 可以 看到的 或者JPG 他可以显示出来 他可以show out 这个video的 模式呢 影片格式呢 是MP4咯 然后 啊 音乐呢 或者是声音呢 就是用MP3咯 其实这些东西 其实他有很多种的模式 但是 但是 我们比较记得 只能啊 如果你比较不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 就是先记得 就是啊 也平 佛多就是JPG video就是MP4 然后 声音 sound 就是啊 MP3咯 你用这样子的方法 会比较容易 记得啦 啊 所以他会有显示出 这个icon咯 这个文件档案 然后 你看到这些MP4啊 WMV啊 MPG啊 他的影片格式呢 他在 啊 因为 他 你这样子看到 是给你知道 好像我显示给你看 就是给你知道 给大家知道 他的 他的 他的文件的 那个画面啊 啊 然后 你在普通 平时的话 你是看不到这样子的 show out 因为 他出来就是 有画面的 如果他没有画面的话 他就是有一些 情况咯 就是说可能你的 啊 你的电脑 或者他的 你的tablet啊 他的容量 或者 手机电脑啊 他的容量比较满了 所以他就会显示出这些 啊 影片咯 这样子的格式就是 只是 show out 然后mp4 但是他没有show out 没有 没有显示出那个影片的画面啊 或者 音乐的画面也是一样的 他只是show out 有那个音乐的标 然后 他 跟mp3啊 m4a啊 但是他没有显示出那个音乐的名称 啊 就这样子 然后 啊 啊 Excel呢 啊 然后呢 在我们的文件档案里面呢 他都是 先从 dot dot 就是一个点啦 啊 点加 jpg 或者点加mv4 或者点加amr 或者mp3 或者wav 或者点 not vb a t 啊 这些都是文件档案的 他的 他的格式啊 啊 你只要记得有这样的东西吧 就好了 然后 他是 他要更改呢 他就是要用 conver 啊 你要转换成另外一种格式 啊 他不能说你在 啊 赢 这个 文 照片呢 他的 他的 目录了 他的他的 title呢 就改换 这个 dot jpg 改换成 dot mj mp png 这些东西 他改变不了的 你只能够用另外一种 啊 软件 或者一种 software 啊 啊 方式呢 就是 啊 下载一些软件啊 你把它转换成 你要的那个 格式咯 然后啊 第四个就是 Excel 跟Words 这两个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看 啊 他的开始是一样的 dot x Excel 是dot xls 啊 Words呢 就是 Doc 啊 然后 啊 通常我们储存的 那个 他的 他的 格式呢 他就是在 Microsoft Excel 97-2003 worksheet 啊 为什么他是这样子呢 因为 你在这个年份呢 他所存的 那个文件 他呢 他比较可以开开 如果你要 然后 在其他的 啊 电脑呢 开 开回这个 这个文件 他呢 他就可以 显示出来咯 要不然的话 如果 你用 只是 Microsoft Excel worksheet 啊 他就是 可能显示不出来 啊 会比较 就是说 你非从97年的 到过后的 那个 文件档案呢 你都可以 show out 出来咯 然后 文件档案呢 啊 就是按 他的文件档案的名称是 比如说 ABC Doc Doc X 啊 然后 Excel 比如说 他这个是 quotation 他就是 quotation 那么 他 quotation 他就是有 quotation Doc XLX 啊 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更改他的那个 前面的 那个字眼 比如说 quotation 你可以先放 quotation 12啊 quotation 05啊 啊 等等啊 但是他后面这个 XLX 你是改不了的 除非你要去convert咯 他就转换成另外一个模式 就是 然后第五个呢 就是 啊 好 然后 啊 我 第五个呢 就是说 啊 然后 第五个呢 就是 你在 在 显示出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或者这个画面啊 照片的时候呢 你在 只有在 电脑 他会显示出这样的画面 就是有 有影片啊 有什么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影片的 或者画面照片呢 或者那个 或者文字档案呢 你可以 按两 在你的 Mouse 滑鼠那边的按两下 哦 那么按两下之后呢 他就会显示出 或者是播放 你要的音乐 或者是说 你要的那个影片 或者视频 咯 然后你看一下 在 啊 我们这边呢 会有 video type 他就是影片 比如说这个 第五个的 啊 这个 老人家呢 啊 就是 哦 就是外婆了 啊 然后 啊 他的 影片的格式呢 就是MP4 啊 这边也是有写了 然后有 title title 就是名称 然后 size呢 就是 107MB 他这个 这个影片的容量 他是107MB 哦 他的容量是加这么多啦 啊 然后 frame size呢 就说 你影片的那个 格式啊 他的影 他的画面的格式 然后你看一下 啊 他的算法 screen resolution 就是 影片的距 影片的格式和 他的距离啦 然后 每一个影片呢 他里面 你看到有 60 pixel 啊 900 frames 960 wide 跟720pixel height 啊 这两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一个 宽度跟一个 长度或者高度啦 啊 宽度乘长度或者高度 然后 这两个呢 他就是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影片 他的画面咯 然后 你看到每一个影片 其实他 他是从怎么 怎么 怎么弄出来的呢 他就是 从 你看一下我把它 放大 他的画面 你看到在右手边呢 右下 右边 右下面 右下呢 哎 你看到在这个 右边的下面呢 有那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就是每一个点 然后 pixel 他是一个点 然后 你的pixel 越多 他就会越来越清楚咯 然后 所以呢 他为什么会有 1080pixel啊 然后 然后 又有 或者 2k的 pixel啊 或者 4000 容量 他的 4000 或者 4k 4000 pixel 那个 那个画面咯 那个 那个点啊 所以你的pixel 越多 他的画面 他的点 距离就越密 啊 那么你看到的那个画面就越来清楚 然后 当然 当你的画面越来越高清的时候呢 他 你用的 你就需要用更 更多的眼 眼睛的力量 啊 你眼睛的那个 眼力 来看这个画面咯 或者这个影片咯 那么对我们的那个眼睛的也是有一大一些比较不好的那个效果啦 太清楚也不好 但是太过模糊也不好 所以呢 通常我们所看到比较好的就是用720 或者960pixel 或者1080啦 这个是比较可以解释我们的眼睛比较能够接受的那个视觉效果 啊 那么 这几个呢 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咯 就是 你在看 一个文件的时候 你至少知道 他的 他就是什么东西 然后 好像我说的 啊 Excel有Excel的那个 那个格式咯 啊 Word有Word是格式 然后 照片 影片 那个音乐 或者声音 他又有他 不一样的格式 啊 你只要记得 他这样子的格式就好了 这是Photo有JPG咯 Video有MP4 Audio有AMR或者MP3 或者等等啦 啊 啊 然后 你也不用去 然后 你也不用 可能如果你要深入了解 你可以去了解 但是 啊 这个就是我 这个就是我 比较容易的方法 就是去记得 然后 最重要就是说 你在做东西的时候 你要 啊 你要知道你在做 你要知道说 啊 你要呈现给大家是什么东西了 啊 然后 然后 单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你就可以比较清楚 他的 做法 啊 然后 啊 啊 还就是说 如果你看在 啊 左手边 那边 有Computer 然后又有KK A52 啊 这个就是 我们在 找那个影片的时候呢 或者你要去 搜索一些 资料的时候呢 哪个 在手机 搜索资料的时候呢 你就要去找咯 你要先进去嘛 进去这个 手机里面 他才可以 去找 你才能够去找到 你想要的文件档案嘛 不管是影片都好 画面都好 或者照片都好 或者 啊 啊 那个 pdf file都好 啊 这些东西 然后 就是要先从Computer开始咯 Computer 然后你就按 那个 手机咯 手机是 Samsung A52啦 啊 然后你就去找 找其他东西 然后 上面他Computer 他就会有显示出一些字眼咯 然后每一个 每一个字眼呢 他都是算一个文件档案 啊 然后他就会有好像我们所说的一个slash 你看 Audio 跟Sound 他就是有一个slash的一个logo啦 一个icon 啊 这个就是 啊 他的slash呢 就是代表说 你的歌 这个文件档案就是到这边 然后你要再去找的时候 他就会有另外一个歌 一个文件档案咯 啊 就是这样子 那么 希望大家可以 这是一个简单的 画面 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啦 啊 要不然的话你会 分不清楚到底 什么是JPG 什么是MP4 什么是MP3 有什么是Excel 然后有什么东西 啊 啊 那个screen resolution 就是为什么是pixel 为什么有这么多点 那个点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画面哦 啊 你的点越清楚 越越多的话 他的画面就越清楚哦 但是 太清楚 对我们的眼睛就是会有伤害的 所以 不是每一个东西 都是需要很清楚的 只是说 那个 那个点数呢 啊 清晰度呢 最好就是在 720 960 或者是1080 这部分 比较 比较好一点啊 啊 然后 然后 看东西的时候 也不要太过 那个灯光也不要太 啊 他的 他的 亮度呢 也不要太过亮 啊 好 还是 对 好 伯父 啊 是 我的 我的 cé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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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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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 爸爸 你会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JPG 什么是MP4 什么是MP3 为什么是Excel 然后为什么当天日 那个Skin Resolution 就是为什么是Pixel 为什么有这么多点 那点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画面 你的点越清楚 越多的话画面就越清楚了 但是太清楚 对我们的眼睛 会有伤害的 所以每个东西 都是需要很清楚的 只是说 那个点数呢 清晰度呢 最好就是在 720 960 或者是1080 所以比较 比较好一点的 然后 能够看东西的时候也不要太过 它的灯光也不要太 它的 它的亮度也不要太过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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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